264页 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做洁净室 在晶圆场里面因为东西都非常小 所以不能有任何灰尘 灰尘掉下去东西就坏掉 所以我们必须创造出一个没有灰尘的空间 那没有灰尘的空间叫做洁净室 我们把它叫clean room 有人把它叫做无尘室 不过你讲无尘室比较不合适 因为它不是真的没有尘 它只是灰尘比较少而已 所以讲洁净室是比较合理的 那在晶圆场里面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叫做fab 所以fab就是fabrication的意思 其实就是晶圆场或者就是指这种捷径室 那因为晶片本身线路很小 因为我们现在不都90奈米吗 65奈米 所以呢制造不能有灰尘 所以捷径室有非常多的要求 我想我们就不要一个一个去看 我们直接看它捷径的等级就好了 依照不同的制程线关 会有不同制程的基台要求跟等级 我们的定义呢 是每立方英尺含有大于制程线的灰尘数目 这句话呢在课本264页 中间每立方英尺含有大于制程线的灰尘数目 这句话听不懂 没关系解释一下非常简单 看这边 每一立方英尺的空气 含有一个灰尘的叫class1 十个灰尘叫class10 所以请问class1比较干净 还是class10比较干净 这样可以吗 很简单嘛 对 你不要管这些 每立方英尺灰尘数目嘛 所以一颗的就叫class1 十颗的叫class10 所以class越低越干净 这样可以吗 好问题来了 我有告诉你这颗灰尘的大小吗 我刚刚没讲大小对不对 假设今天是class1 结果这一颗灰尘是石头 那还得了 那石头砸下来 金片就破了 所以你不能光告诉我有几颗灰尘 你要告诉我灰尘的大小对不对 那灰尘的大小怎么定呢 灰尘的大小的定法很简单 就看你这一座晶圆场的制程线宽 假设你这个晶圆场的制程线宽是0.13微米 是不是代表灰尘比0.13微米还要小的 就比较没关系 比0.13还要大的就不行 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 可以吗 那既然是大的不行 那你就要规定大的 大的不可以 所以你看 所谓的class1 以12寸晶圆0.13微米制程来定义的话 class1指的是每立方因尺 大于0.13微米的灰尘 注意哦 大不行嘛 所以必须少于一个 这样可以吗 那至于小的呢 小的就无所谓啦 麻麻糊糊啦 这样可以吗 同理 每立方因尺大于0.13微米的灰尘 少于10个 就是class10 这样听懂意思哦 很简单 大概知道就好 那它有一个重点就是 晶圆场有四个步骤 我们待会马上要介绍这四个步骤 就可以生产出机体电路 这四个步骤分别是 黄光围影 石科技术 掺杂技术 跟薄膜成长 这四个技术里面呢 只有黄光围影 对于干净的要求度最高 所以呢 在晶圆场里面 class1通常是 黄光围影的地方 我待会再告诉你什么是黄光围影 那剩下三种技术呢 通常要求就比较没那么高 所以呢 class10就可以 当然 你也可以全部用class1 我没有意见 这样可以吗 但是你要记得 你的class越小 是不是代表越干净 那你要保持越干净 你的成本就会很高 你想想看 你必须把灰尘通通清掉 对不对 人员进出管制要很严格啊 全身要包的密不通风啊 要包成这样 只有眼睛露出来 剩下的全部包起来 连手跟 手是一定要包起来的 因为 身体上那些小小的毛发 就是污染 女生不准擦化妆品 因为化妆品就是粉 我都没讲过 我们不是介绍过陶瓷吗 什么是陶瓷 金属氧化物对不对 我跟各位讲 什么是化妆品 那个化妆品就是粉 那粉就是陶瓷粉 这样可以吗 所以女生化妆 其实是把那个粉抹在脸上 它对皮肤是不好的 各位要知道 那是很不好 因为你会阻塞你的毛孔 那那个粉呢 如果你带进晶圆场 那不是完蛋了吗 满天都是粉在飞 不可以 所以女生是不可以化妆 也不可以喷香水 因为香水是有机物 所以香水你闻到味道 代表有一个分子飘过来 那那个是污染 所以女孩子是什么都不行 只露出眼睛就对了 这是他们的规定 好 这就是基台 那各位 这是另外一个 真的全身包起来 然后各位 这是一个12寸晶圆 然后各位 我们看到正中央有一个正方形 这一个正方形的叫晶片 就是刚刚那个晶片 我待会会讲 所以各位12寸晶圆其实非常大 那各位知道台积电现在在做18寸晶圆 上次有讲过 那个更大 哇 好大一个 那个人大概拿不起来了 好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